许可来 公鸞 作词 许可来 简介 作曲 冉游 简介 作曲 一杯酒強作醉 而如今我已是三十歲 才剛剛明白生活的滋味 感謝老天讓我遇見你 疲憊是給我安慰 跌跌撞撞的青春 在這一刻完美 三十二里執念我誤會 縱然思念初歌也要堅持到底 三十二里執念有夢有汗水 當絢爛歸於平淡 我依然會用這微笑陪著你 三十二里執念我誤會 縱然思念初歌也要堅持到底 三十二里執念有夢有汗水 當絢爛歸於平淡 我依然會用這微笑陪著你 三十二里執念有夢有汗水 當絢爛歸於平淡 我依然會用這微笑 我陪著你 廣告效果很明顯 訂咱們訂單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咱們下面啊就要進入這個 批凌享受的階段了 咱們要選擇好的配送站 說白了 配送站就是咱們的錢袋子 說一下哈 第一 胖子 你的責任就是把接到訂單 送到配送站去 要讓配送站保證 在第一時間之內拿到我們的訂單 就把水送到客戶手裡去 您就放心吧 打從上月到現在 所有的單子我都送到了 頭兒 不好了 什麼事啊 我去配送站結帳了 水沒出幾桶 接回來才不到兩萬 怎麼才兩萬啊 您快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李哥 樂天啊 我來啊 是想問您 這賬是不是跟我們記錯了 賬 不會啊 你看 訂我們水訂單的那麼多 我們這一個月怎麼才這麼點錢呢 你的訂單我不清楚 那出多少水 從我這兒寄的可是清清楚楚的 你的水根本沒人要 都在我這兒擠壓著呢 不信我過去帶你看看去 你看看 這兒 還在那兒 還有這屋裡 你看看 我説李哥 這得問問您了啊 這是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不把我們水給我們送出去呢 老天 你問我我怎麼知道 不問您問誰啊 這是你們送水站失職啊 你先別急啊 這急也沒用啊 怎麼能不急呢 那成您告訴我 為什麼不把我們水給我們送出去呢 我說你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 不是 沒沒沒明白 你開水場的事 沒跟丁哥打個招呼吧 丁哥誰啊 打什麼招呼啊 就你這樣還想開水場呢 連門在那兒都沒摸著呢 等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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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聽明白 沒聽明白 丁哥就是洪發水上的老闆呢 你得去找他聊聊 主動點 明白了 明白了 不明白 那四哥他沒找過你嗎 誰是四哥啊 這什麼亂七八糟的啊 四哥是丁總的人哪 你去找找他呀 要不我讓他主動找找你 找我幹什麼呀 見了面你就明白了 喂您好 是陸濤媽媽吧 周老師您好 我正想給您打電話呢 想請您吃頓飯 您什麼時候有時間呢 謝姐啊吃飯就不必了 周老師您有什麼事嗎 我這兒還真是有件事 想請您幫個忙 您說吧周老師 我聽說陸濤的爸爸 是出版社的是嗎 是 是這樣的 我男朋友家裡人呢 想買一批報廢書 他們專門從外地來的 我和我男朋友 又沒有這方面的關係 您看 這事啊 小事兒 周老師您就甭管了啊 我回頭跟他爸爸說一聲 我聽說這個報廢書的手續 挺麻煩的 要是太麻煩的話就算了 不麻煩 周老師您就等我電話吧 那行我先謝謝了 不客氣 周兩天吧 我是 您什麼事兒 不好意思啊 這兒不能歇 不好意思 兄弟咱好好聊聊吧 咱沒什麼可聊的吧 不對 你再好好想想 真沒腰 您有話呢您就說 沒話呢您就拍拍屁股走人 沒得閒工夫 兄弟等等等等 你年紀太小 我不能難為你不是 你在這片開水廠 那你不也得守規矩嗎 我還真不懂什麼規矩 不懂不要緊啊 我可以教你啊 打明天開始 你這水廠的大小事 你都和我說一聲 大到一個月你出多少水 小到一桶水你賣多少錢 我呢就告訴你 你該出多少水 該賣多少錢 說白了吧 我們洪發水廠 要佔你們三分力 七分還是你自己的 你們給我們樂天幹什麼活了 我憑什麼給你們三分力 憑什麼 就憑我們洪發水廠是老大哥呀 我們要幫你 你們洪發水廠活了一瘋 當然了行 忙沒有白幫的不是 我要是不用你們幫這忙呢 那你得好好琢磨琢 安波 你幹嗎呢你 再不出來就化了 今兒怎麼這麼大方啊 我對我媳婦什麼時候小氣過呀 楠楠 那報廢書的事解決了 楊勤哥來電話說 那個他已經派人把書都給拉回去了 謝謝你啊 高興了 還行吧 傻樣吧你 楠楠 這次真是太謝謝你了 幫了我們家這麼大的碗 剛嘴上說謝謝啊 那你想吃什麼 我請你吃大餐 得了吧 就你那劍軍哥來了北京又吃又喝的 花了多少錢啊 我還是省省吧 不用為我省 誰為你省啊 我給你省就是給我自個兒省 那這次為了感謝你 咱不省了 你還真雜此恢复地感謝我 那還用說呀 那行 我今天吧 不想坐公交車了 那我請你打車 打車還有你請啊 我想讓你背我 你早說呀 這個我自己拿手了 來 那你說說你要多感謝我呀 要多感謝就有多感謝 感謝我什麼呀 感謝我給你撐面子吧 你就不能不撐那個面子呀 你就不怕有一天撐累了 把自己累卡了 不會垮的 不會垮的 我不可能垮的 你說你離家那麼遠 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你大活動啊 是貼心的 那也那麼小他們幹嘛不回去啊 我不能回去啊 北京不是還有你嗎 得了吧您說得好聽 你不回去是因為這兒是北京 你不是因為捨不得我 是捨不得北京 要不然你早回去了 才不是呢 那北京是挺好的 可如果沒有你 那跟我有一毛錢關係 北京那麼大 人那麼多 那多一個宣播 少一個宣播 有什麼區別啊 再說北京也從來沒有主動留過我 可有你就不一樣啊 北京就是撵我走 我要留下一個 行了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打拼出來 在北京跟你安個家 我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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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波 我不應該老對你發脾氣 我不想對你發脾氣 可有的時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不用控制 有脾氣就該衝我發 我太著急了 有的時候一想到你家的事 我就特別著急 我知道 那都是為我好的 我真怕我老這麼跟你吵 有一天把你給吵煩了 放心吧 不會煩的 怎麼會煩呢 那萬一要煩了呢 一輩子不會煩的 你就是煩了 你也得忍著 不許你離開我 你保證 楊楊我保證 桃桃桃桃 桃桃 這兒呢這兒呢 桃 我又跑了好幾個配送鎮 沒戲 人家誰也不接咱們的活 就是 行 別跑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反正這個區的配水站 要麼就是丁洪君自己開的 要麼就是跟丁洪君有關係 反正他就是靠這個 控制這個區的水站唄 七行八市 那怎麼辦呢 配送站不要咱們的水 那有人要買咱們的水 可出不了貨呀 是啊 怎麼辦呀 反正甭管怎麼辦 咱是不能低這個頭 好 強強 這篇課文所講的內容 你都明白了嗎 明白了 全明白了 好 那現在你來試著用自己的語言 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篇課文 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不 我要拍球 咱們上完課再拍球行嗎 不 我就要 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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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啊 我看看手扎不扎著 強強強 強強 我就剛臭臭的一會兒 你都幹什麼來著 這花瓶怎麼回事啊 這可是你媽媽最喜歡的水晶花瓶 是從巴西帶回來的 好幾千塊錢哪 這不是我打的 那是誰啊 左老師 怎麼回事啊 強強 好孩子是要誠實的 你跟老師說這個花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行了 你先回屋吧 左老師 你打碎了花瓶你就承認吧 你也不至於撒謊吧 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啊 孩子是最誠實的 是不會撒謊的 你說你一個大人呀 再當一個小孩 你好意思嗎你 你說話注意一點行不行 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別亂說 我怎麼可能把花瓶打碎呢 我還變亂說了 我早就交代過你 進門做納上課就行 下課走人 你說我剛出聚這一小會兒 你瞎活動什麼呀 你知道嗎 這屋裡的東西 各頂各地就成千上萬的 你知道嗎你 不承認是吧 那好 咱把孩子叫出來再問問 瞧瞧 行了行了 你別問那孩子了 多少錢 我賠 我還要把我洗澡 我洗澡了 我洗澡了 我和他們洗澡了 我沒辦法做到的 而且我現在來 音乐男人 回来了 你这干什么呢 看动画片啊 考考看了 你还有心思看动画片啊 你跟洪发水场的丁红军 叫人近了是不是 周乐天 你不找个人逗 你心里难受是吗 没想跟他逗啊 是他非要过来跟我逗的 那来吧 谁怕谁啊 谁怕谁 你说谁怕谁啊 你跟他这种人较劲 你有这个资本吗 你跟他闹翻了 哪个配送站还敢收你的水啊 是没有 正想折呢吗 你看着这个能想出折来啊 行了 别看了 可好看了 要不 你坐这儿 咱俩一块儿看 咱俩一块儿看 周乐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告诉你 我舅舅也在这片开水场 我听他念叨过 这片水场 丁红军就是老大 他说了就算这是现实 听见我说话了吗 听着呢 你说呀 你跟他合作 他三 你七 你是吃点亏 可是如果你不跟他合作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嗯嗯嗯嗯嗯 嗯什么嗯啊 你就会嗯 我舅舅资格比你老 他的水场规模比你大 他也跟丁红军搬过手腕 他最后不都放弃了吗 你说你成什么能啊 他这叫丧权辱国 这活我干不了 你不叫丧权辱国 那你的水怎么办呀 你的水卖不出去 你的广告不是白做了吗 想着想着 不正想折呢吗 你还欠着广告费呢 你还想不想还了 你别急呀 赚上钱了我第一个还你 周乐天 你现在是在做企业 不是斗签 你好好想想后果 老婆来了 老公 吃饭了 好一点点 来了 看看看看我老婆带什么好吃的 披萨呀 过年呢 妈 过年啊 好吃吗 好吃 你敢吃 我不吃 我在路上都吃过了 你吃吧都是你的 嗯 韩伯 嗯 我不是让你买矿泉水喝吗 你怎么还烧这个水喝呀 矿泉水两块多一瓶 我天天在这儿干活 一天喝一箱都不够 多不划算 你这你这 你这羊的全是土的 你这怎么喝呀 看不出你老公聪明啊 这不得啊 小媳妇 你老公照我自己照我怎么喝好 韩伯 嗯 咱们一定好好干 咱们一定好好干 啊 以后咱们再也不受这个罪了 安静的 嗯 我特别喜欢吃这项目的 这是下 嗯 以后你们就给我买一种卷边的 嗯 我现在给 加点辣椒这样的就更好 嗯 嗯 嗯 来 来 来 你 你怎么了 你没事 不 怎么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跟我说我 我找一下 没有 不 那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了 你跟我说我改 不是 快吃嘛 嗯 嗯 多吃点了 我 你到底是怎么了 嗯 没事 安博 你抱抱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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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嗯 起来 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都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深更半夜的 我给你钱 你说什么 什么 嗯 现在 嗯 你有钱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这儿 嗯 你舅舅 你舅舅不是有一水厂子吗 嗯 你帮我引荐一下 为什么呀 嗯 是这样的 丁空军 他不是 就仗着自己有几个配送站 跟大家伙要过扬杯吗 你用什么呀他 哥们还不指着他 你帮我引荐一下你舅舅 我们再联合几个水厂子 建一个配送站 以后我们的水啊 救走自己的配送站 彻底把丁空军给他架空了 咱不指着他了 周乐天 我劝你一句 别把什么事都想得太简单 你这么想 别人未必这么想啊 我问你啊 你舅舅 就甘心情愿地 愿意受丁空军控制 就愿意把那百分之三十给人家 就算他不愿意 那他这么多年 他都是这么过来的呀 他改变不了 你怎么知道你就能改变呀 我我一个人是改变不了啊 所以咱们得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你把人家丁空军架空了 人家能乐意吗 人家能饶得了你吗 你看 所以这事咱得试 不是咱能知道吗 明天啊 明天你必须给我介绍你舅舅 还不对 咱舅舅 这事我真管不了 对了咱俩不是在说 你要给我钱的事吗 是啊 你看啊 咱俩是一根馅的骂蚂蚂 你不给我介绍咱舅 我就没有赔松山 没有赔松山送不了水 送不了水我就还不了你钱 周乐天 周乐天 你跟我玩的这是哪一处啊 绕来绕去的 现在倒成了我不帮你 我还拿不着我的钱了 是不是 那事情就是这样吗 我现在就是没钱给你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当初我要看出你的这种人 我绝对不会帮你 你也别害臊 那你先骂爽了 你骂爽了 明天早上你给我介绍咱舅 我不去 我不去 你别 陆涛妈妈您好 周老师您好 怎么样那事顺利吗 我真是得谢谢您 特别顺利 也帮我谢谢陆涛的爸爸 谢谢什么呀 小事 周老师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您说话啊 行 对了 周老师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您说 您看 能不能给陆涛调的座位啊 他座位太往后了 你看能不能把孩子座位 调到前三排啊 陆涛妈妈 调座位呢没问题 可是陆涛的个头太高了呀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可这孩子吧 他好动 我怕他坐在后面 容易开小车 行 那我看看吧 那多谢了 周老师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 这个方案可行 你们就抓紧时间办吧 好吧 去吧 四姐啊 你来一下 吴总 您找我有事啊 来 坐 吴总 吴总 那笔广告费我还在催 您放心 我找你来服侍为钱的事 那些钱不着急 那您找我还有别的事啊 四姐啊 你想不想去海南待几天 去海南有业务啊 没有没有 咱们也别老谈工作呀 是这样啊 最近公司业务的运转呢 不是很顺利 我想呢 那 干脆出去玩玩 散散心 兴许回来就能够转运呢 四姐啊 你陪我去 好不好 吴总 我没有时间 怎么能没时间呢 我放你的假 去吧 就我们两个人 吴总 我还有工作 我先出去了 同学们 在上课之前 咱们先调换一下座位 李广 你和陆涛换一下 把东西都拿好 李广 怎么了 老师我看不见 你看不见是吧 孟佳琪 你们俩换一下 孟佳琪 你们俩换一下 孟佳琪 有问题吗 老师前面的同学把我挡住了 好 李广 你们俩换一下吧 李广 可以吗 行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五十页 好 好 来 最后那个座位是怎么调的 那还能怎么调啊 调来调去 最后把一个叫李懿的小孩 放在最后面了 那这孩子现在没什么问题吧 有问题 这个孩子个子小 看不清楚 陆涛家长也说也真是 他没事干吗非要调座呀 这么调座位根本就不合理 可是你说陆涛的妈妈都跟我说了 我能不给他调啊 我怎么办呀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了 以后你们家这种破事 能不能不找我呀 真是 吴总 这是拖欠的广告费 一共十万 四姐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可谁掌付钱了 您数数吧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在下课之前 我们再调整一下座位 这一排的同学你不动 其余的四位同学 全体 起立 好 李懿 你到前面来 剩下的三位同学 往后移一步座位 李懿 这样行吗 谢谢邓老师 您好 您好 您是李懿爸爸吧 是是是 我是李懿的爸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有事儿 左老师 我呀一直想去看看您去 可是我知道您忙 一直没敢去 我一直想去看看您去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直想去看看您去 李懿啊 这孩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这不 我给您拿点菜来 也就是一点蔬菜 西红柿什么的 也没什么东西 那个省得您下班啊 还得自个儿买菜去 多耽误工夫是吧 不不不 这个您拿回去 左老师 我这菜没花钱 我就在那市场卖菜的 那也不行 左老师 您看我这都给您拿来了 您就收下吧 这孩子没少给您添麻烦 这点菜也不算什么啊 李懿爸爸 真的不行 我是李懿的老师 我怎么能收您的东西呢 左老师 您要是再不拿回去 我可真生气了啊 左老师 李懿这孩子 那是个闷葫芦 有什么事儿 他都憋着 您多批评教育 李懿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我挺喜欢他的 行了 快走吧啊 再见 周老师 谢谢 你把广告费给我付清了 你这 不是 我这 怎么谢你呢你说 可是我真没想把你给连累进来 谢谢啊 谢谢 这实在不像话不像话 我 我给你写一欠条 欠不欠条的不重要 周乐天 你这个人这么较劲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水卖不出去 你怎么还我钱呀 我想来想去吧 这事儿我还得求你 你还得给我介绍认识你舅舅 周乐天 我不是不想帮你 我是觉得你这个方法 根本就不靠谱 不着调 你到时候弄巧 沉着惹出一大堆麻烦 你想收场都难 那定雍君是那么好惹的吗 他要真那么好惹 那那些水厂不早都联合起来对付他了 你看啊 现在吧 就是缺一个领头的 说白了 就是少于领军人物 你怎么就知道 你一定是那个领军人物呢 我怎么就不能是呢 思琴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跟你舅舅说说 行吗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 是 行 我带你去找我舅舅 成不成了就这一回啊 行 咱走呗 现在就走 舅舅 我想过了 你说这丁空军 他趁什么呀 他不就趁几个配送站吗 咱们呀 建个自己的配送站 咱们不用他的 看他怎么办 再说了 咱这片水厂那么多 咱练合起来 把他给架空了 咱给他长长教训 舅舅 您喝茶 你多大了 三十 还是个小孩子 想法挺好 就是不现实 这怎么不现实啊 咱把它变成现实 这不就行了吗 小周 大伙都是附近开小水厂子的 都是小本买卖 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舅舅 咱可不能怕事 你听我说啊 丁空军这人水挺深的 小周我劝你还是算了 大家伙可都是服服帖帖的 我看还是随达溜 那什么 就 周 就这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四姐 我走了啊 舅舅 别走别走别走 慢走啊 这 是你亲舅舅吗 废话 当然是我亲舅舅了 那他怎么这态度啊 我觉着人态度很明智啊 丑乐天 你 你这个根本不靠谱 人家脱家带口的 谁要陪你玩啊 我今天叫你干吗来了 好 您跟这儿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你倒帮我说服你救救我 你觉着你这儿仗义吗 我只答应你约出来 成不成的我说了算吗 成 成 你喝饱了吗 我喝着呢 一会儿把账给结了 丑乐天 你这人不吃好歹是不是 我已经跑了几家水厂了 把我的意思跟他们说了 还是有反应的 有的人呢 就是觉得心里头没底 怕最后吃亏 这前怕狼 后还怕虎 看来这事啊 就差一挑头的 那就我挑这头呗 我再去跑几家水厂 我就不信 这事他干不成 路透妈妈 我已经跑了几家水厂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左老师啊 是这样的 我听说您最近 在给孩子排课本剧 路透说您让他演王福 你看能不能让他演皮皮鲁 皮皮鲁是主角 路透这孩子他胆小 我想让他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锻炼一下 路透妈妈 这个角色我们早就已经分好了 而且已经排列了好几天了 左老师您是班主任 这还不是您一句话 的事吗 路透妈妈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系呢 要参加去里的比赛 时间挺紧的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吧 我听说了 这个要是能得个什么奖 对小学生初衷 肯定有好处 说这个作用跟奥数差不多 左老师啊 您就帮帮忙吧 您看咱俩这关系 我才跟您张这个口 这路透啊 能不能评上特长生 可就全靠您了 你说这路透的家长 他也太不像话了 那还敢邀学习老师来了 来谁呀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点破事啊 那这人情咱都还了呀 你看你给他孩子也辅导功课了 那座位也调了 他还想怎么着他 你问不过我问谁去呀 梁梁咱不生气 不生气啊 没必要为这种事生气 我帮你拿着包 你别碰我 我帮你拿着 我说那位大舅子 怎么心满意足地走了呢 感情是你的功劳 你胆也太大了 这么大的事也托学生家长 还想不想就需要干了 荒唐 这么大事情也不动动脑子 这回知道什么叫拿人手短了吧 你给人办不成这捅出去 我看你怎么在笑当老师 我就一直嘱咐你 对许安波他们家 要原则一点原则一点 你说你听吗 行了行了 有完没完了 就你们有原则 你们有原则行了吧 对了 我们有原则 我们错了吗 你们当然没错了 安波家的事 你们要是肯帮帮他 我还至于去找学生家长 帮忙吗 能惹那么大的麻烦吗 你 合着你把这事赖我们身上了 你怎么能赖我们身上呢 你不能赖我们身上啊你 你 你说这孩子 我说错了没有 我哪句说错了你说 没没错 说了也不关于我 说了也不关于我 好 自从你说跟我想租个房 我一直给你张罗着呢 这个地点 这个条件 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说白了就给你了 这房子不错吧 挺好的 这房子主人啊 要出国工作 想找个省事的人 就没打算赚钱 这不正适合你吗 行 那这房我租了 那明天您搬吧 行 又吃方便面呀 你不怕吃出酸水来呀 我乐意灌潮吗 周乐天 还跟人斗着呢 我与天斗 与人斗 与你斗 其乐无穷 我真就是同情你 你再这么跟人斗下去 你连方便面你都吃不起 我乐意 行了 别吃了 冲着你姐妹我今天心情好 我请你出去吃顿饭吧 不稀罕 我还真就不请你了 好 好 好 什么事啊 你得告诉我啊 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啊 咱俩终于熬到头了 我找着房子了 明天我就搬家 我请你吃的散伙伴 庆祝一下 为了我明天搬家 你盖一杯 周乐天 虽然我明天就要搬家了 但是以后你碰到任何困难 你还是可以找我帮忙 我现在就有困难 您倒是给我帮帮忙啊 什么困难啊 那件事啊 你还想怎么样啊 先把自己的配送站给建起来啊 周乐天 你怎么脑子转不过弯来呢 一条道走到黑啊 哥们儿就喜欢走夜路 觉得有点星象浪漫 还星星呢 一颗星星也没有 黑漆马虎的 你就不怕掉坑里 不怕 哪个坑要敢得罪我 哥们儿立马把他填平了 周乐天 你这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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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别斗嘴了成吗 今儿是不是来吃这三会儿饭呢 你能温柔点吗 行 反正明天我也搬走了 我也管不着你 你爱干嘛干嘛 今后啊 你就是上吊 我也不拽着你了 我不信 你舍得吗 我 舍不得你 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成啊 那我要上吊了 谁还你钱啊 那你还是先还钱 后上吊吧 呸 过来 看见那小子了吗 去吧 把活干漂在那儿 我真的也管不到你 我也不管你 周乐天 我是 走 什么意思啊 我们走一下 我说你什么意思走 你慢慢说 干什么关系 干什么的 你们混的就远远 我告诉你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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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配送中心 正式成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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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么做 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反对七横八十 好 好 好 当然了 咱们这配送中心一成立 丁红军那边肯定知道 丁红军 还是有一定根基的 想搬倒塌不容易 咱们要有心理准备 要有耐心 要有毅力 给我们上课的 不算上课 不算上课啊 我这不是做晚辈的吗 何况这事是我挑的头 在这儿呢就有劳各位 叔叔阿姨大爷们 听我指挥吧 团结 是咱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都 都没意见呢 有意见我们就不来了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那我就开牙了 咱们第一步 就是把丁红军配送站的水 都给他撤回来 撤到咱自己的配送站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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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第一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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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好吗 好嗎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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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着了解曾经不了解的 我的世界因为有你而美丽 试着谱写一首无辞的暖暖的歌 这一生只唱给你 我在听 雨昊的天空 你就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牵手一起走过 试着了解曾经不了解的 我的世界因为有你而美丽 试着谱写一首无辞的暖暖的歌 这一生只唱给你 我再听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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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我再听